八代彎 那個沉船還沒有毀壞以前 那時候我們有潛到了蠻深的深度 其實我有一點 右臂空間會有點恐懼 就把自己當蟑螂 就是欸 對這個都過了 就真的踩不死 我在海上下船了 我就是上山 下山了我就是在上船 其實我一直想要往演員那邊發展 嗨 YahooTV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艾美 我正在遛狗欸 其實我知道那一天就是會有公佈 但是因為我就是保持著非常平常心 所以沒有想說 到底會不會得 到底會不會得 所以 我在遛狗的時候我已經忘了時間 然後六六就覺得 奇怪怎麼手機一直叮叮咚 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 然後就看大家都開始 恭喜恭喜恭喜 然後因為在遛狗 然後反正旁邊也沒有人 就是 Yah 真的很興奮 有欸 就是跟我身邊 就是比較close的親朋好友 還有家人 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就是congress 然後 因為我覺得只有跟自己很close的人 他們才會知道你經歷了些什麼跟那些辛苦 因為很多辛苦是其實真的是畫面上看不到的 我覺得我們真的完成了很多很不可see的山 還有海 像我們上次在八代灣 那個沉船還沒有毀壞以前 它還保留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有潛到了蠻深的深度 我們是攀繩下去 那你抓的那個繩子 其實基本上你就是像鯉魚騎在飄 幾乎就是人90度 那個流非常的強 我們是慢慢攀下去 但是我們依然有拍到我們看到整個沉船的面貌 然後有在裡面就是穿梭啊什麼 就覺得哇 很不可思議 我一開始其實我有一點右臂空間會有點恐懼 所以看到那個沉船我就覺得 連我這種就是有時候只能在海面上 可能5到10公尺待的這種人 我竟然我可以突破自己 然後潛下去 然後跟大家看到那般美麗的風景 我們那時候拍能高安東軍是在冬天 然後有下雪跟下冰雹的時候去爬的 而且那時候是我第一次就是爬這麼長時間的百月 然後我非常非常怕冷 然後我不知道上面就是竟然是這麼的冰天雪地 我爬到其實已經手腳完全麻到沒有感覺的 這種狀態再去爬 我所有的衣服都穿上去 哇 還是冷到不行 然後其實要登頂的前一晚我也沒有睡好 你是會更容易有高山症的 所以我那一個登頂我是有輕微高山症的 所以有點暈然後頭有點痛的那個狀態 上去登頂 所以狀況是還蠻不好的 那等於是這個挑戰過後接下來的小page 我覺得是耶 你就把自己當蟑螂 就是欸 對這個都過了 就真的踩不住死 這快5年來其實還真的沒有 因為我有看到我們節目的開始長大跟發光發熱 然後連我們現在就是在爬山的時候 幾乎每一個山頭窩就是會有大哥大姐們看到我們 都叫得出我們節目的整個名稱 上山下海過一夜 或者直接叫我們本人的名字出來 我就覺得欸呦 很感動 就是既然有這麼多戶外的人都有在看我們的節目 因為一開始他們都會說什麼 上山下海來一晚 上山下海住一晚 上天下海 就是連上天都有 就是很多很好笑的名字 對 然後現在就是欸 都是叫對的 是不敢想那麼遠啦 因為真的哇 真的好硬喔 特別那時候 在上船跟上山下海 因為我是真的是兩個節目嘎著在做 我在海上下船了 我就是上山 下山了我就是在上船 所以我沒有任何的休息時間 我無法期許就是我可以爬到幾年 可是在我就是還 升強體重的時候 我能完成多少我就完成多少 其實我自己也有一個小小的目標跟夢想 已經很久了 其實我一直想要往演員那邊發展 我今年是有一些作品是比較跟演員相關的 有刻算那個 我婆婆怎麼那麼可愛 第二季 裡面的旁白 台語旁白30集其實都是我念的 然後我為了這個 我練了大概有半年 我真的是從零開始學 就希望自己可以除了外景以外 就是有更多的面貌 你這樣子很適合演腳 對呀 超適合 哦 我要再把台語練得再抬一點 我覺得得不得獎 我現在已經沒辦法去控制或決定它 但是我可以控制就是我要紅毯最美 所以我現在在很努力的在搜尋戰袍中 當然全露是最好 但會看啦 就是要露得合一 然後要露得非常的優雅跟漂亮 有氣質 我覺得這是很 對我來說會是一個很不可思議的夢境 因為其實我小時候非常非常的內向 我連講話都講不好的那種 那時候是連班老師都會打電話到家裡面 來問我媽媽說 欸 這個小孩是不是自閉兒的那種狀態 但是我現在竟然是以講話為主 為工作 然後還入圍 所以這是我萬萬想不到的 那如果上台的話 我會想要把這個獎 就是算是獻給我媽媽嗎 因為她在天上了 我媽媽她這一生都沒有 太會自己做過什麼 她一直就是把權力照顧在家庭跟小孩身上 那她的一切就來自於 小孩給她的驕傲 所以我想把這個交給她 就是欸 媽我做到了 這樣 謝謝 謝謝 我的最愛 謝謝 我 prize 送給她 兩個 你有 不是 那個